主料,高粉200克,辅量,清水106克,糖18克,酵母2.5克,黄油8克,蛋奶馅100克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首先将清水倒入面包鸡桶内,倒入糖,再一次放入高粉,酵母,启动发面团功能,当面团揉成光滑的面团时,再放入黄油,直至面包完成, 能拉到薄膜时间大概是25分钟,让面团戴在面包机里,进行第一次发酵,时间大概1.5到2小时,用手指沾一些粉出面团一个小洞,小洞没有回缩为止发酵完成,将面团分成5份排气,再滚圆,盖上保鲜纸,静置松弛20分钟,线揉均匀,然后用擀面罐将面团擀成圆片了,放上大奶馅, 最折起来,用手捏进胸口,用刮板在边边接四下,放入烤盘,放入温暖湿热的环境,进行第二次发酵,温度35到38度,时间大概是15分钟,发酵剧原来比1.5到2倍大,用刮板在身体上切上几下,涂上袋液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里,180度,中层,烤18分钟,烤至金黄色即可出炉, 放凉可食用,烹饭技巧,为了面包炒的材料,我在烤炉底层多放一个烤盘,表面也可以削盖一块西局,刚出炉的面包,将放凉透才可进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